美国外交学者网站近日发表载网高级编辑,弗朗兹斯蒂芬家迪的文章《巴基斯坦》将从中国再采购两艘导弹护卫舰车。 《巴基斯坦》海军6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,为了打造一支有战士能力的水面舰队,《巴基斯坦》与中国船舶工业贸易公司CSBC签署了在采购两艘054A型江凯尔机导弹护卫舰的协议。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截图文章称,这份合同是在位于拉瓦尔品地的国防生产部签署的。 《巴基斯坦》海军付参谋长会发尔拉苏勒落地少将出席了签字仪式。 海军在声明中说,随着这份合同的签署,《巴基斯坦》海军到2021年将总共拥有43054A型军舰。 这些军舰的加入将大大增强巴基斯坦海军的作战能力,同时有效促进该地区的海上安全行动。 文章称,巴基斯坦海军曾在2017年,签署采购两艘054A型军舰的合同。 尽管CSDC和巴海军之位透露军舰单价,但是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布的成本估计数字显示, 一艘054A型导弹护卫舰的价格运为3.48亿美元。 资料图片054A型导弹,通过德国基尔郡核,文章称,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军舰是否将用于执行反潜作战任务, 以及是否将配备变身声纳和拖延式阵列声纳。 笔者在此前的报道中说过,054型导弹护卫舰是能够执行广桌任务,包括反水面舰艇作战和防空作战任务的多用途战舰。 今年1月,笔者曾描述过排水量4000多的054A型军舰的技术特点和武器装备。 这款隐形护卫舰配有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,在舰手部署了一套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。 该系统能发射反舰和防空导弹以及反潜鱼雷,它还配备了一套俄罗斯制造的AK-630全四栋海军舰程武器系统,和一套中国改装的AK-176舰炮。 此外,该舰还装备了382型相控阵雷达系统,和344型及345型多功能或控雷达系统。 这些系统具备超视距标准能力,054A型护卫舰还有一个机库,可容内卡20机直升机和直九直升机或是无人机。 该舰的标准航程约为3800海里和7030机公里,航速可达18节。 最大部加油航行半径为1.2万公里。 资料图片,2017年11月30日,一名中国海军士兵在协助巴基斯坦海军赛伊夫号护卫舰,刻薄上海五艘军港。 文章称,截至2018年5月,中国人民解放军海中共有29艘054A型护卫舰入列。 去年6月,中国派遣三艘军舰包括一艘054A型护卫舰,对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。 054A型导弹护卫舰,被视为一款过度设计。 CSDC已经在研制一款排水量5000吨带改良版护卫舰,及054B型护卫舰。 火城湘凯三级护卫舰,预计该款护卫舰将于2018年入列。